哈囉,我是阿達 看到這個橋,欸這是什麼橋啊 我都忘記它 這個橋的名字也太難了吧 我來那麼多次,沒有一次知道它的名字 這個不是東港的橋喔 不是過了要到了喔 橋的名字不重要,就是東港要到了 這是重點 這個不是東港那個橋喔 就是東港,看到這個橋 離東港的橋也近了 對啦,太陽出來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大小姐 遠遠 遠遠 遠遠第幾次來小琉球啊 他第20次來了 第20次喔 有沒有,去本島到小琉球最多次的狗 可能就是他了 他現在有反應了,開心了 他有反應,他蘇醒了 你開心啊 對,開心 原本上禮拜小琉球下呢 原本上禮拜小琉球下呢 應該整個禮拜的決定了 可是現在好像看起來 放晴了 放晴了 是應該感覺放晴了 所以說喔 今天是 太陽之女 我們是否要回城的時候在家 害我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我們看的傾向應該跟上禮拜比起來 會好很多很多了 應該是 對啊 應該是 沒錯,然後回台北之後 台北又要繼續下雨 對 台北就是 雨都啊 對 然後這次來 我們有 生物 我們要學會 我們 我們的那個 深度 卡平壓 我知道 我們要先 我們現在要挑戰的就是 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然後再下 就是自己突破的深度 然後還有 要過 那個深度的平壓 對 就是目標 對 因為這 下了有一定的深度以後 變成平壓打不太開 每個階段都會有一個卡住 所以說我們就是 去 試著 看看 再深一點的深度 在屏洞 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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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潛水 脫掉救生衣 然後 臂 手臂的那個叫什麼 臂環 然後到現在這樣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的成長 那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其實我認為潛水不是跟人家比 潛水最主要是挑戰自己 跟自己比 因為你的身體會跟你講 對啊 然後但是在安全範圍內 在自己連你硬硬也沒有用 在自己身體還可以承受的方面 講難聽一點 你硬硬也下不去 上來就吐血 流鼻血而已 我怕有人硬硬到下面就回不來了 總是要流口氣回來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要慢慢學習 就一米一米往前 往深度這樣下去 沒錯 就是這樣 它沒有速成板 對 速成也太難了吧 而且你的身體會跟你講 你不行 你就是真的不下去 對啊 好 我們慢慢就 盡量玩得開心 然後把想學的學會 對 然後深度平壓 然後跟這次 會稍微揣摩一下救援一下 後來雖然知道怎麼用 可是我們也不希望有用到的一天 對 還是要學習一下 睡覺救援還是要學習一下 對 好 先這樣 好的 繼續GO囉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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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